Hello 大家,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包包 不过今天的包包可能在比较久之前就已经在视频中出现过了 这次是专门就他的话题 专门做一个特别节目吧 什么包包呢?这么小,mini-conver-year 我记得当时还查了他的读音 大概是这样的读音,当然不可能那么标准 大家如果有不标准,大家见谅 这个包包其实是在2014年的走秀 据说是这样,我看到一些资料 显示它在2014年作为一个当时的新款 被很多人所瞩目 就像最近刚刚出来的 倒不是说刚刚出来了 是刚刚在市场上出现 mini的lindy 不过这个包包的定位应该和mini的lindy 还不太一样 其实是点缀功能可能要大于它的实用性的 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包 那实际上这个包包叫做mini-conver-year 我并没有见到有中号大号的conver-year 对吧?所以说这款包包就只有这一种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外观吧 它其实好像更接近于一种零钱包啊 或者是一个钱包 小手包这种感觉 对,它的打开方式 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奶昔白拼一个粉色啊 拼奶昔粉 内里也用了这种很嫩很嫩的颜色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它的肩带 以后我们装上来试一下 那里面如果不装肩带的话 大家看到这里是有装肩带的一些设置 然后不装肩带的话里面是这样的空间 更接近于钱包 嗯,很小 我有看到这个包包的上身效果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同时这只包包的材质呢 在圈子里面有看到 除了这种Swift皮的版本之外呢 还会有什么呢 鳄鱼皮的 对,颜色也是 基本上各种颜色都会设计到啊 都会设计到 所以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像这款包 它的价格应该是三万不到三万二人民币 那在二手市场或者 那基本上是全新了 像这两只包 至少这样来看的话啊 那这两只包 呃,在二手市场 售价应该是半价左右的价格 对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 还蛮划算的 我来给大家装下这个肩带看一下 那这个肩带目前呢 长短是没有办法调节的 只有肩带的这个孔位 这样的一个孔位 那如果想要改变它的长短的话 应该是求助于专柜了 再打一个孔 到这里 或者啊 进行一些裁剪 或者修改肩带的长度 这样 那即便是这么小的包 它的肩带上 在这个位置也会有 它的爱马仕的logo 在这个位置 刚才提到鳄鱼皮的convoyant miniconvoyant 那鳄鱼皮的convoyant 一般在装柜应该是12万左右 但是呢 在二手市场可能4万多 前几天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价格的区间 装上肩带呢 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试背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背吧 一般大家来用它的 日常用它的这种情况 基本上里面放一些零钱啊 或者是车钥匙可能也能放一些卡片 然后呢 手机估计就只能拿在手上了 这是加勒可儿的iPhone X 或者iPhone XS小款的啊 小版的 那是没有办法放进这个包包里面的 对 没有办法放的 虽然看上去好像能勉强放得进去 但实际上 试了是 放进去就会让包包变形 所以没有办法放进去啊 给大家一个尺寸的概念吧 这个小包外观上尺寸 那其实它如果是内力容量的话 它其实到不了这么宽啊 这个尺寸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它在身上的这个效果 15厘米 最外延是15厘米 然后高大约是11厘米左右 就是11厘米左右的高 15厘米的宽 OK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包 它的中间呢 还有一个拉链位 可以放更多其他的内容 设置还是挺多的啊 整个设置还是 可以利用的空间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包包它的锁扣的设计 是这样啊 这样的一个锁扣的设计 打开之后呢 这边是它的烫金logo 这个中间的位置 在这个金属上面 即便这么小呢 也会有爱马仕的金属刻字 在镜头里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找一下它的年份刻印 SWIFT皮有一点 我之前有说到过啊 就是它的年份刻印有可能会 慢慢随着时间消失掉 这个是T一刻的 在 在这一层的下面 这里面 这里有一行 这个包包也是未使用的 不过有一些陈列痕迹 那是这样很温婉的一个小包 我们试一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是马卡龙蓝 马卡龙蓝拼了 这个应该是 也是深海蓝吧 这个位置 OK 基本上也是 有防损布 有它的肩带 然后内里是用这种深蓝色 这个也是T-K的包包 这两只包包都是用了金色的 这个金属搭配啊 那这个拉链看起来有一些些氧化了 有一点点发黑 金属刻字在这个位置 好的 肩带装好的是这样 大家见谅我们家没有能够试小包的 我简单背一下给大家看下效果 基本上如果 背起来是很少女心的这种感觉 很 很迷你了 而且搭配这个颜色很糖果 可能真的是小仙女们来用这样的包包 那迷你可问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非常明显的爱马仕的标志 可能只有一些资深玩家 会了解到有这样的一款包 像Cherty 那样的一款包 之前是在北京店的时候 有见到过一款黑色的Cherty 也是迷你款的 也是差不多比这个要大一些 他们的包型还蛮像的 蛮接近的 那个包包我有看到有朋友在用 会觉得是一个很随身的包 然后完全很不张扬的那种感觉 非常不张扬的 在二手市场也不会被过分的追捧 让大家都会抢购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并不会这样 不像BKC那么识别度那么高 这几天在视频留言 或者是在微信沟通过程中 有一些朋友 他也是不希望 自己拿出一包的时候 被别人围观的那种感觉 像用搏金包的话 都把金属放在内侧 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会喜欢 比较冷门的爱马仕的包包 包括像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 他购买了店里那只 葡萄籽的山羊皮的包包 对 他的目的呢 也是要尽量的低调一下 让别人不太会留意到他的包包 对 OK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爱马仕除了BKC之外呢 其他还有很多 实用性很强 或者是造型很好看 但是呢 并没有成为标志性的爱马仕制造 这种感觉的 像马赛克包 嗯 马赛克 然后 有2002那款包 然后最近去年吧 去年出的2424 24分之24 我不知道这个包包如果翻译成中文会怎么读啊 但是这个包包 其实已经被啊 比如说一些港台明星在用 包括一些啊 自身玩家爱马仕的追捧者 或者是追求实用性的这些 爱马仕的粉丝们在使用了 而且反响还是不错的 据说2424 内侧的那个兜 用起来会很方便 对 包括像 迷你 憨 憨 憨憨讚 那个怎么读 那个还没有研究到啊 所以 这样的 两只小包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大家所喜欢的那类的包包呢 嗯 很可爱啊 有的 有人会把它叫小猪包啊 像小猪的这个小脸 啊 那种感觉 然后背面 加上肩带的时候呢 会觉得它像 小女孩的两个小辫子一样 从两边伸出来 对吗 好的 那今天的 视频到这里啦 给大家 主要还是展示一下这个 迷你 啊 convoyer convoyer 嗯 还得熟悉熟悉 明天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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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